Carson Chan 瑞士高級制標基金會首席華人教授 在歐洲人主導的制標會中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用華語講解中標工藝和歷史的講者 作為對機械有豐富認知的獨立標評人之外 他更是一個終極機械師 愈Raw愈喜歡 這次是甚麼號碼呢 是條帶的號碼 很特別 Speedy Choosing Event 在亞洲香港是第一次舉行 以前曾經在歐洲各地已經有舉行過 很好笑的就是我手上有一隻鹹蛋超人的Speedy Choosing 鹹蛋超人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為甚麼鹹蛋超人在Speedmaster上 好像一個日本的文化和瑞士的手錶 怎樣拉上的關係呢 是因為Speedmaster的碗錶 當年在1960年代曾經和富士電視合作 做過一隻Speedmaster出來的原因 令到他認識了鹹蛋超人 今次在亞洲這個巡迴的導師 都見到很多亞洲的鹹蛋超人粉絲 跟他解釋究竟鹹蛋超人是甚麼 我是Robert Young 我來自俄羅斯 我有一個網絡網站 叫Fertella Watches 除了那些網絡網絡 我積極網絡網絡嘛 我積極網絡網絡網絡 持過十年來 我積極網絡網絡 在20012 在2012 在2012 他們積極網絡網絡會 去遇到Speedmaster的興奮 所以這是一個大群體 而且每天都會變得更大 Speedy Tuesday在2012年 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發生 發生了之後 一直帶來2019年 已經有超過十幾萬個 hashtag 在Instagram那裡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粉絲 所以在Instagram的 hashtag 找到很多都是我所影響的 今天有這麼難得的機會 可以試試一些新的 這款是傳說中的50週年限量版 哇 新鮮滾意 我只是在網上看過 這款是黃金版 特別的地方是它用了Moonshine Gold 這個合金是由Omega自己研發出來 混合的顏色 令到金的顏色很獨特 其實真的有機會 都要看一看真實的物品 我自己也要先拍一張照 這次在香港這個活動 亦都可以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各位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網上 向一個社交平台見來見去 可能見到Screen Name 就見不到一個真人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大家可以去認識大家 記得訂閱果子 記得訂閱果子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這次請評論 一下小鈴鐺